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女士未明确表明自己是否有医院发生性关系 因此在某些方面误导的这些孩子 坑害了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 他坑害了这五个孩子 这五个五字的孩子 他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工作 晚上不应该去上那种 去从事法律 所禁止的职业 去挣那些不光彩的钱 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所以他是有过程的 李天一在车上打杨女士是为什么 这个 这你也不愿意了 对吧 不是 请你注意一下 你不要提名字 李某有约定吗 李某某在车上打杨女士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不愿意了 杨女士不愿意了是吗 李某有约定吗 那最后杨女士为什么还跟着去了呢 这个愿意 这个愿意不愿意在这个地方 咱们还多说几句 从客观上来讲 杨女士这个不愿意 他那个也是不说太明确的 不说太明确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法律上这个漏洞 他这个不愿意是因为价钱不拢吗 这个不好说 因为这个强奸罪在法律上 他就是 主要是基于这个被害人 他是否愿意 因为说他那个被害人 那就随他说了算了 愿意不愿意 只有他说了算 所以说呢 从权案来看 他前面 他是要同意跟人家出去 出去卖银的 那么后来呢 又不愿意了 所以这些都是孩子 所以就包括 连毛的都是被告人 都是孩子 卫生验人 他无法准确的判断 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所以说呢 在这个方面 在这方面 我觉得呢 最起码的话 作为一个减轻 如果说要判刑的话 法院的话 应该把这个情况 作为一个情节 要减轻处罚 是这样的